中央实名制快筛到货量不足 民众排队两小时还不一定买得到 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台北市申请12万剂 中央给73万剂 数量不会不够 对此副市长黄珊珊说 公费快筛不等于药局实名制快筛 中央播发给地方的快筛剂 全部都是用在公费快筛剂 给的对象是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对象 并不是政府 中央政府播给我们的快筛剂不足 而是民间的快筛剂不足 那民间的快筛剂既然被中央征用的话 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尽速地 让市民都能够快速地拿到快筛剂 所以不是给的够不够 而是民间的跟公费的是两件事 快筛之乱 北市府和中央再次杠上 不只73万剂还没补足 更有市议员指出 台北市1到4月只花53万自购快筛 黄珊珊拿出各局处采购统计 表示今年累计花了1.93亿 购买201万剂快筛 呼吁外界别再混淆市厅 每一个单位 它有的是共同供应契约买的 有的是采购 所以刚刚你看到的那个什么 53万多是用工程会的采购网站去抓的 但是共同供应契约不会在上面 所以我们刚刚讲 我们买的是1.9亿 201万剂 这个差异实在太大 当然是混淆市厅 黄珊珊强调 民众排队买10名制快筛是事实 希望中央尽快让大家都能方便买到 让人民有和病毒共存的武器 记者邮祥亭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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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